意见提出工作目标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基本建成 福建作为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的效应充分显现 融合发展的政策制度体系更加完善 两岸一家亲 敏台亲上亲的社会氛围更加浓厚 敏台人员往来更加便捷 贸易投资更加顺畅 交流合作 向更宽领域 更深层次拓展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张文生认为 意见涉及范围广 政策含金量高 释出积极的政策信号 将推动福建探索更多应通尽通的路径模式 会台立民的政策举措 心灵契合的方式方法 让在敏台胞更有获得感 幸福感 认同感 对于怎么样发挥福建的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在各方面采取的措施 应该说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全面的详细的 系统的规划跟论述 那么全文是21条 涉及的这个内容非常丰富 是对过去对台工作 以及推动两岸融合发展会台政策 以及一系列的同等待遇的措施的 这个总结基础之上 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这个梳理的结果 厦门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苏斐军表示 意见提出加强敏台产业合作 给出了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 对台商给予了充分肯定 台企台商十分期待政策落地 他们在敏发展空间将更加广阔 建设台胞台起登陆第一家园 促进敏台经贸深度融合 促进福建全域融合发展 深化敏台社会人文交流 意见从多个方面提出促进台生 来敏求学研习 便利台胞在敏生活 优化涉台营商环境 扩大社会人文交流合作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彰显以通促容 以会促容 以情促容 意见的出台让不少岛内专家学者倍感振奋 所以我觉得对于台湾的企业界也好 对台湾的工作人员也好 年轻人也好 它当然会有很大的吸引力 还有一点是讲感情 两岸之间的感情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要寻根 回到大陆去寻根 把整个族谱对在一起 你看那个感情 是融合大家的最重要的拟据力 我们过去常讲四个字 冰至如归 可是呢 现在不是冰至如归 是回家的感觉 我回到 我回到福建 我也会觉得 我回家了 然后我从福建回来 我还是回家 两岸一家 我身为一个台湾人 觉得非常温馨 我回到福建